今天要切分的時間點 會在第二拍或第四拍的這個小鼓 前或後一個16分音符的位置 在今天的練習裡面 我要暫時忽略輕重音的要求 只要把小鼓打在準確的時間點就可以了 至於輕音或重音的變化 會在後續的練習裡面為各位詳細介紹 我們現在先練習 切分在第一拍的第四個時間點 現在試試看 切分在第二拍的第二個時間點 現在試試看 切在第三拍的第四個時間點 現在試試看 切在第四拍的第二個時間點 組合前面的練習 現在已經有四個切分的位置 各位可以自己去任意的組合變化 現在我要試試看 切在第一拍的第四點 跟第二拍的第二點 試試試看 切在第三拍的第四點 跟第四拍的第二點 也可以切在第一拍的第四點 也可以切在第一拍的第四點 現在我要切在第二拍的第二點 現在我要切在第二拍的第二點 跟第四拍的第二點 現在要切在第二拍的第二點 現在我要切在第一拍的第四點 跟第三拍的第四點 現在我要切在第二拍的第二點 跟第三拍的第四點 音乐